玉里火车站每天都有上千的旅客进出 三年前站体改建工程完工后 却发现一开始就没纳入规划的遮雨棚 让民众无论是出入车站 或者要招呼计程车都相当的不便 地方多次反应 希望公所能够与铁路局再协商建置 玉里镇公所以及副公旗立委服务处的处长 与地方人士等实际现场勘察后 评估站体建并率等规定 规划未来将遮雨棚增建在左右两侧的等候区 玉里火车站每天有上千旅客进出 三年前站体改建工程完工之后 却发现一开始就没有纳入规划的遮雨棚 让民众无论是出入车站 或是要招呼计程车都相当不便 地方多次的反应 希望正公所能够跟铁路局再协商建置 玉里镇公所以及副公旗立委服务处处长 以及地方人士等等实际现场查看 评估站体建并率规定 规划未来将遮雨棚增建在左右两侧的等候区 针对原代表对遮雨棚的部分 其实这个是目前就是有两个地点遮雨棚 就是在车站这个正前方 还有这个阶梯 两个部分做遮雨棚的一个设计 另外呢也有民众在反应 就是前面 前面甚至有的旅客不是在这边下车的 甚至从前面的 就是因为我看全国各地的一些车站 他们都有人行步道 我这里有的人行步道 那个我也想要纳进来 镇长说因应玉里火车站出入人口众多 安全的环境是镇民以及游客所期待 也希望花莲运务段台东公务段台铁玉里站等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因为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人越来越多嘛 我们必须要为老年人来考量 所以说一定要坐这一旁 我们在花莲火车站 当时我也是在现场来主持 也是在后站前站都有坐这一旁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一方面都去考虑 老年人的行的安全 如果在火车站前面滑倒 你们有没有责任 另外因为夏天时节 玉里车站内闷热难耐 镇长也建议要增设冷气 以舒缓等候人潮 因为拥挤以及气候所造成的身体不适 秘书也建议车站前道路如果遇到下雨天 恐怕会造成积水 希望台铁局以及钢物段能够改善 据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